面對有關大學留學生湧入 加劇了國內住屋壓力的說法 聯邦移民部長就擔心留學生會被污名化 張桂宜報導 聯邦移民部上個月宣布 本國今年將會接收大約90萬名國際學生 隨後,住房部長菲莎提出應該為接收 國際學生人數設定常限的想法 指出他們可能會加劇國內住房危機 對此,加拿大學生會聯盟表示 沒有實質數據表明留學生導致這個問題 並指出本國在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關閉了邊境 在沒有新移民流入之下,留價仍然上漲 當中絕對存在其他因素,而非留學生所致 聯邦移民部長米勒近日接受CBC訪問 指出留學生每年通過學費和集費 向大專院校注入200至300億元 作出巨大經濟貢獻 他坦然擔心那些移民到本國的人 包括留學生在內,可能會受到污名化 他憂慮國民對留學生人數的擔心 會由住房問題延伸至對移民制度誠信的質疑 那麼 seguro 我們努力功能